那時候我們去北海道 我覺得兒子剛好 一歲幾、兩歲就放在這裡 等媽媽去北海道 那一次應該是跟團 因為我管得到,我去到難 北海道還沒去過 那時候又不流行自家有的 有時候有小朋友,那些人就會跟團 沒有帶小朋友,我沒有帶兒子去 兩個人去 那到那個市場 我想大家如果跟團去北海道 都應該去過那個 上面有個大Dummy 有隻大的啤啤熊 是 那裡就吃東西 那隻雪場蟹,哇,港幣一千多元 那我心想,很貴 那我說,隨便吧,不要緊,吃吧 但我真的覺得很尷尬 那我老婆說,還是不要了 我又拿著蟹拍照,我又吃很大隻 但他們最後沒有吃 吃吃的其他食物,沒有那麼貴的食物 那時候我心想,哎呀,你為什麼會這樣 我之前一兩年還在溫 一個幾百萬的生意 現在連吃一隻蟹都好像不捨得 那我老婆也沒有說一定要吃 大家知道,兩夫妻當然知道 現在這樣的環境 就是比較貴的 好了,那我就永遠 回到來,我就很懶惰了 回到香港,哎呀,其實 可能將來的錢都不會再去北海道 或者不是那麼短期內 為什麼不吃呢 人一輩子一輩子 因為雪場蟹的時候沒有人搞來香港的 只是在當時,只是在日本本燒而已 然後到了很多年之後 我不知道,早幾年 我們又去北海道 我這次一定要去吃那間餐 我又不知道在哪裡 但是在網上很容易找的 在網上,北海道雪場蟹 他彈一些照片出來 我看到那隻熊的,那隻dummy 就進去那個網站 就找到一個地址,然後GPS就帶我去 我記得那天很冷 兩、三點,但是那時候已經不同了 有個兒子在一起,十幾歲的兒子 去到,那我就說 選一隻最大的雪場蟹 但是我後悔,後來太大隻了 有其他 有其他 余生啊,那時候什麼那些 報告時報 人一輩子一輩子,老闆老闆 加上我兒子又能拆掉 那餐吃的那隻港幣都五、六千元 很誇張 但是我發現原來那些東西是不好吃的 可能是too much 當然 因為多了就變成 不是我 記憶之中那種甜 那你之前 我沒有吃過雪場蟹 我之前有吃過其他海鮮 我整個很懷念 好多好吃 好多好吃 到你好了 終於好阿福得起 不要生菜了 不要遺憾了 原來其實都不是那麼好吃 究竟那個情景 那個心態還是怎樣 我真的不知道 那當然 日本海鮮好不好吃呢 其實是因為你too much 的時候 你太多你就不好吃 還有太冷了 因為那天應該是 你負十幾度在海邊 你冷到這麼多都沒有心機吃 OK 好了 如果大家有機會再去日本 很快的了 不過記住回來要隔離 是24加7 又或者解僱一下 是不是可以移居日本 現在日本也門檻很輕 但是當然 日本這個國家永遠是留來玩的 留來享受的 而不是留來住的 我覺得 那麼日本最重要呢 有五種蟹 我們就第一種開始說 這隻是什麼蟹 這隻是松葉蟹 就是我們現在在賣松葉蟹腳 也是日本五種蟹之貫 OK 它不是太大隻 就是一公斤多一點 有些最大的都是1.8公斤左右 蟹味道最鮮 OK 所以 那次我不是說松葉蟹腳 正說 不是 那些人喜歡吃嗎 原來就是吃松葉蟹 松葉蟹最佳吃法就是凍食 就把蟹煮熟了 然後用冰敷降溫 這樣才吃到鮮味 OK 我們回來 OK 立刻有了 所以 我們現在就介紹這一隻 就是這個 松葉蟹 真的好吃 是 其實我們上次吃過 除了說它的看頭 沒有皇帝這麼大隻之外 我吃下去的那種鹹鮮 它其實是不會 其實 我覺得它比皇帝好吃 是 但是它就不要這麼膩膩 是真的 這個是 五九八 OK 好了 第二隻我們來看 第二張 這個就是雪翔蟹 雪翔蟹其實是皇帝蟹 就是我們說帝皇蟹的品種 但是雪翔蟹比較特別 就只是在北海道那裡 是品種的皇帝蟹 現在好像有些人都回到香港做的 好吃 這個也好吃 但是這一隻 凍食是對的 但是刺身是一般的 因為我在日本 我也太多 我選擇最大的一隻 結果我們又刺身 又煮熟 那些刺身我吃下去 我都覺得一般的 那些肉 真的 有時候很奇怪 你好像你有很多海鮮 有些海鮮是要 煮一煮 煮一煮 有少少咬口才好吃 雪翔蟹都好吃 OK 好了 第三隻 大家記住 這個樣子跟第一隻差不多 這個不一樣 這個叫做香香蟹 OK 香香蟹 就是生於北陸山蔭 那為什麼你說跟第一隻差不多 因為它就是從業蟹的蟹拿 就是蟹拿 就叫做香香蟹 蟹公就叫做從業蟹 這麼像我們吃從業蟹乾 沒錯 好了 第四隻 第四樣 這個樣子比較差 但是這個呢 我有買的 不過我是買一個學生 叫做花嘯蟹 OK 它一 為什麼呢 它現在也有一些赤紅 看到嗎 有些紅嗎 煮熟了完全成一隻紅 紅當當的 日本人覺得好像那些花 那樣的名字 叫做花嘯蟹 好了 最後這一隻 我們在街上看到最多 也最便宜的 這隻毛蟹 OK 毛蟹呢 體積小一點 通常只有五六百 克 不過蟹味都甜的 但是呢 你看到這麼多毛也好 麻煩了 好了 講回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資訊 大家要記住 從業蟹 雪牆蟹 香香蟹 花嘯蟹 花嘯蟹 還有毛蟹 當時呢 你會跟別人吹 吹東西不用很厲害 有多少人吃蟹 就是香港人 吃日本蟹 吃到會說幾個蟹名出來 比如你跟女朋友去溝女 你喜歡吃蟹的 你喜歡日本蟹 都喜歡的 蟹我喜歡吃 那大堆蟹呢 你喜歡嗎 其實我 我最不喜歡吃就是 那些 就是現在富林他們買的那些 阿拉斯加那些 阿拉斯加那些 長腳蟹那些不行 它是只有淡淡肉 但是也沒有蟹的味道 你要扮景 那大堆蟹就吃高 如果你說吃蟹鮮味 我自己個人呢 我也是喜歡吃松葉蟹多些的 香一點 吹 或者香香蟹也不錯 你知道 男人很喜歡在女人面前不犯景 當然 你不能排除那條女人是認識得多 你自己想想 你自己想清楚 你自己想清楚 有幾樣東西 外面吃飯 很喜歡這些人會說 例如酒 這些就是Sake Sake分幾款 淫養 純米淫養 純米淫養 純米太淫養 不同的泉水 三水 井水 還是蟹水 又不知怎樣 法國離開 純米淫養 法國離開 純米淫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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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很喜歡吹 但很多時候 你以為你認識少少時候 對方的人更多 對方的人更多 所以我都說 我告訴你 你要記住 你要記住 你吹這些東西之前 看你認識什麼女生 男人 為什麼女人呢 我告訴你 有時候很容易會輸給那些年輕人 我告訴你 阿正 不要純粹用肉體 譬如 你和那個女生 那個女生30歲 有些穴力 在社會上 她對各方面的知識 甚至乎政治 經濟 歷史文學 大哥 現在不是以前的三步不出歸門 隨時厲害 過你 是的 你不要這麼大聲 分析比你更細緻 OK 但我今天 除了我介紹大家的花少蟹之外 我要特別說 其實我之前有賣過 我沒有說的 之前我賣過 我現在又拿出來說 就是我這一隻智利的皇帝蟹 大約我磅過了 1.5公斤左右 一隻 他們喜歡吃皇帝蟹 為什麼突然說回來 因為上星期我還沒有花少蟹 我之前那些皇帝蟹說 我建了加雙倍價的時候 我就去找貨賣了 嗯 那我就找回復賣了 那我就先做幾隻 那已經買了很多隻了 因為她很高 看頭 我買了多少錢 499 熟的了 解凍吃得 OK 好了 為什麼突然說她 你知道原來這隻蟹 現在外面賣多少錢 最便宜 我上網看過 六百多元 最貴是八百多元 那我就立刻吃 為什麼加得這麼大呢 我立刻明拍 是外面那些店 因為日本蟹貴了 我沒有貨 那用這隻來的代替 說真的 你也要吃的 我沒理由收便宜 我價錢沒有貴 我仍然是這樣的價錢 我就買這樣 所以現在這499 大家去HKTV Mall買 看看 私利皇帝蟹賣多少錢 我這隻 我是買499 是一隻兩隻 但是我賣了這十隻八隻 我就不做了 因為我要專心賣花燒蟹 因為這隻 它不是不好吃 但是你會看我 為什麼呢 又要自己剪 當然你懂得做解凍 又不是很難做的 所以你吃蟹又不怕會看你 那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試一下這隻蟹 當然我會出相 但是我現在不出相 今天就是我們截單 明天後日訂貨的 竹龍卷 八爪魚 生蠔等等 你們可以繼續訂 但是我未必一定可以給你們 通常都可以給到的 或者星期六可以上來撞運氣 因為特別有蠔 我真的很推介 或者甲吞翅 現在天氣涼涼的 盆菜都可以上來買 反而我今天看到的 甲吞翅當然很棒 是很棒 背後我 我 сейчас會說 你們真的要上來買 明天我們再開食蟹 那店我們決定更賣 我的客人今天 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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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即是第一 上星期六來買的這種 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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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